嗨,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重新带领大家认识一下我 十加油女,排行老三 所以很多人都会叫我十三妹 我是一位湖南洞族的小姑娘 我有一位哥哥和一个姐姐 哥哥比我大十岁 是一位一级的残疾人 从小行动不变的他 往往比普通人更加的懂事 正是因为残疾人的这个身份 让他平时努力地在学习着如何自理 而父母和姐姐在外加班加点地努力打拼 在缝纫机前一做就是二十三年 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小家不愁穿 爷爷奶奶的手总是有泥土的味道 手也很粗糙 但却很温暖 为了我们这个小家 努力地种植着各种各样的农作物 让我们不愁吃 今年他们都八十多岁了 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落 说话也要很大声才能听得见 我想把余生的这些日子都记录在视频里 很多人都会问我 你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不出去闯一闯呢 其实从学校毕业出来以后 我怀念着梦想去到了深圳找我的父母 从农村走向城市 外面的世界真的好精彩啊 但也因为爷爷奶奶还有哥哥的缘故 我又从城市默默地回到了农村 现在也在记录着一家四口 在农村的日常生活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爷爷奶奶年纪也已经很高了 哥哥患有残疾 所以家里面的重担 全部落在了我的肩上 女生一定要变强 因为这世间的温柔 来自于你的强大 人们都说 努力的人就一定会有收获 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依旧可以迪力前行 不念过去 护好现在 不畏将来 谢谢有大家的陪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